2014年犯下北捷杀人案的政捷 乱刀夺走四条人命 砍伤24人 刻意选择板南线列车 占据最长龙山寺到江史翠区间犯案 当下旅客惊呼奔逃 车厢内哀红遍野 幸存者陈先生当时左胸被刺了一刀 险些伤到要害 即使过了十年 一想起还是惊魂未定 冷血杀人的政捷 在落网后不但毫无悔意 他的双亲也仅公开道歉过一次 就此身影 别说赔偿 连对受害者或家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知名教诲师黄明正不禁摇头 正捷判死定验 短短十九天枪决伏法 听到宣判结果也不改冷血态度 捷运杀人 惨绝人寰 对幸存者及被害家属而言 心里留下的阴影是一辈子的伤痛 赔偿正详人 陈廷汝泰报道